周死周知,娱乐圈从来就不缺乏美女,但是要说真正颜值与才华都较为出众的那就是少之又少了,而韩雪就是其中一位,说到韩雪呢,想必大家也非常熟悉,其实她出道也很早,并且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经典的影视作品,虽然有着精湛的演技,但是她在娱乐圈一直都非常低调,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业,人美而且很有才华,却又不争,而且身材交好的她在时尚上也是相当出彩的, 真的算是非常难得的一位女明星了,在一次采访当中,韩雪就提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她首次派戏的经历,当时她说完之后呢,引起了全场的报效事情是这样的,她第一次去剧组的时候,韩雪的爷爷非常不放心,所以就派了保镖跟在她的身后,也就跟着十几个人吧,真是还是非常大的,当时她去到剧组工作之后呢,工作人员都被吓到了,并且还以为是出了什么大事呢 下午我就跟着同学一起回来,然后到中学我就开始,刚开始自己骑自行车,后来就坐公交车,就其实也没有差别 但是我刚拍戏的时候,她确实让我们家司机开着车,我觉得不放心,你知道吗 我觉得根本不是为了体现优越感,是找一个人看着我 然后我刚拍戏的时候,我记得那种拍,拍飞刀啊什么的地方,拍飞刀的时候 不少网友在看到如此可爱的爷爷之后,纷纷表示,爷爷这部操作啊,简直太厉害了 而且就在前几年,韩雪可谓是时夜再度攀上高峰 接连参加了多档火爆的综艺节目,可谓是人际高涨 让大家对韩雪的印象可谓是再度深刻了呢 韩雪接连参加了多档综艺节目,例如在湖南卫视的《森林奇境》里面 有众多重量级的声音大咖一起PK配音 在这之前呢,大家就韩雪的印象,应该就是一个职业演员 有点柔柔的,弱弱的,可没有想到在这档节目里啊 韩雪展现了她高超惊人的配音天赋 尤其是她用英文配音,海绵宝宝的那一段 感觉就是原音一样,真的是很棒 通过这档节目呢,我们发现了韩雪独特的声音魅力 I don't wanna grow up I wanna cookies and milkie I wanna sweater with love and the stitches I wanna wear divies I wanna ride in my wagon I wanna honda what it was master's nothing is I wanna rocky rocky on my sea horsey And I wanna kissy kissy on my boo boo 很多人都觉得韩雪一直很低调不宣复 但是之前韩雪参加天天向上的时候 说了一句十一个字的话颠覆了人们的想象 节目中介绍用3D打印一套一千多平方米的别墅 而韩雪说这个可以打在我家苏州的院里 我的天哪,一千多平米的别墅打在他家院里 他家的院子难道比一千多平米都要大吗 他不经意间的一句话暴露了他土豪的本性 真的是印证了那句话 真人不露像,露像不真人 他家的条件真是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即便他家很有钱 但是他在做人方面呢一直很踏实 工作也很认真严谨 这样的韩雪有才华有实力才是真正的富有吧 这些韩雪在参加节目的时候 着急去上厕所,毕竟这是第一次来到农村 环境和规矩之类的都不是很懂 农村的厕所都是露天的 但韩雪进去以后呢 说了六个字还是见识太少 所以说明韩雪的人品了 但他并没有嫌弃治理脏 也没有说什么不好听的话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点关注不迷路,我们下期再见